朝堂上,皇帝肖木齐慵懒邪似地靠坐在蛟龙椅上,我与榜眼,叹花一同进殿跪拜,等着备受官职。上官职,抬起头来,肖木齐忽然出声,这话一出,众人屏息。 太和殿内安静地,仿佛能听见穿过袖口的萨萨风声。我仍趴在地上,保持着双手交握身前贴地的姿势,一眼缓缓抬头,带着几分敬畏和怯懦,遥遥地望出去。 四目相对一瞬,我便怯怯地低了眼瞼。肖木齐却是坐至身体,掀开前面的猪瘤,眯着双眼,灼热的视线在我身上流连片刻。 轻枝文采,正印象颇深,便任汉林院修传罢。数日后,一名太监来汉林院寻我,说是徐贵妃不满画人像的画师,知我画工好,特请我去指点一二。 我跟着太监来到徐贵妃,徐贵妃正站在皇帝身旁,红颜怒发地要脱画师去砍头。 见着我跪拜行礼,更是嵌怒地把旁边的画笔挥落,带着桃红的墨从我额角滑落,沿着侧脸,低下。 我抬头瞥向肖木齐一眼,眼里带着无辜错愕。 她微愣,阴质狭长的眸略过惊艳之色。 我知我的容貌比哥哥更甚至,哥哥没有的妩媚娇软,我有。 那些女子惯会的手段,我会。 只因我,本就出身柳相。 我的亲娘是柳相烟雨楼的老宝。 在我八岁那年,她染上花柳,死在烟雨楼的后巷里。 我被人赶出来,无处可去,无财无良。 是哥哥救了我。 他教我读书识字,教我伦理五常,教我自爱自省。 他曾说,待他高中,有了门楣便可为我寻一门好亲事。 他说,有他这个哥哥在,傅家定不敢欺我。 可我等了又等,等到的却是他被当街烹煮的一幕。 当街烹煮,是肖木齐针对科举舞弊之事,要以警校友。 但百姓不是傻子。 那句被烹煮的尸体满身鞭痕,尸斑引线,谁会猜不出一样。 下时间,留言四起。 也正因三年前的留言,肖木齐如今显然学会了忌惮收敛。 他不敢明目张胆地留我。 但我知道,极好难封的他,终会忍不住的。 徐贵妃看见我很来气。 他冷吃着过来,邪眸打量,你就是今年的新科状元。 旁人都说新科状元才情绝妙,可本宫瞧着你这张男生女像的脸,倒觉得外面那些人看走眼了。 就这样一个半男不女的东西,还不如扔回乡下去,怎配在汉林院做事。 我贵妇低头,身体不住地颤抖。 肖木齐这才站起身,搂徐贵妃入怀,一个小小修转,爱妃何必同她置气? 正是叫他来给你画人像的,你这样动目,你会画不好,可怪不得朕的臣子。 他安抚着徐贵妃,谈及我的画工,便进前几步。 赤系露在眼前,我想起哥哥赤身被烹时,变了颜色的双足。 即便死后被烹,那上面仍旧布满了可怖的画痕。 我暗下恨意,不卑不亢的英生,是,沉定荡不复盛望,竭尽所能。 他满意地让我起身,甚至伸出手有意扶我。 还说,若今日画不好,朕允许你塑在宫中,明日再继续。 我诚惶诚恐地映下。 然而,不到两个时辰,我就画好了。 不仅让徐贵妃满意,更叫肖木齐惊讶。 没想到你的画工竟如此了得,倒叫振意外。 他诧异地垂眸赏着画像,低沉的声音里,裹鞋一缕若有肆无的失望。 我赶紧躬身行礼,陈又是家贫,家中靠自画养活,许是这样, 陈才耳濡目染,得了些许负能。 他挑眉,神色间看不太出喜怒。 徐贵妃尤为高兴,捧着画像便向他替我讨赏。 他赏了不少东西给我,叫了总管太监亲自送我。 像是生怕旁人不知道我出宫一样, 玄特赏我成年出宫。 一日,我再次被叫去御书房。 肖木齐要我与他下棋,念书给他听。 一直到傍晚,才叫人送我出宫。 如此半月过后,宫里宫外的人都知道我这个新科状元, 急受皇帝看中,不少人前来状元府地拜帖,想要巴结我。 坊间也开始传起我被皇帝看中的传言来。 听闻新科状元与三年前的徐状元都是男生女乡, 你们猜为何徐状元死得蹊跷,上官之却风光无两。 哎哟,怕不是跟,听说他夜夜都塑在皇宫里的, 早就跟那位睡到一起去了。 嘖嘖嘖,这小小汉林院修传还真是能屈能伸哪。 传言日甚,就连朝堂百官看我的神色都开始变得古怪。 肖木齐却像是毫无察觉那样, 依旧如常地将我从汉林院叫去御书房。 只不过这一次,他好像终于不打算将我送出宫去了。 过来,他坐在暗桌后,挑眉招手。 我走进两步就躬身行礼,站定。 他不满地再次招手,叫我站到他身边去。 我立马跪拜伏地,成皇城孔道,君未天,臣不能语举。 市镇要你过来,这是圣语,不是语举。 你若不来,便是抗旨不尊了。 我惶恐抬头,战战兢兢地对上他的双目。 他产然而笑,起身便朝我过来,弯腰拖住我的手肘,要我起身。 我周身发颤,起身时,一个猎切往他身上倾斜。 他目光微喜得身臂,要将我倾楼。 我当即京剧地往后倒,却将他一并带倒,半个身子压在他身上。 直尺间,他眼里的癫狂与欲念,强如烈焰。 我慌忙地跪爬,急急后退,连连磕头。 求皇上恕罪,事臣无礼冒犯。 臣罪该万死。 臣死万万次都不足以。 呵呵,他轻快地笑出声,屈膝作起,朕还是头一回如此狼狈。 上官知,你果然与他们都不同。 你一边怕震,却一边不自知地靠近震。 他站起身,一步一步走近。 爱情,可是与震一样。 我低着头,声音颤抖。 沉,沉不敢。 他伸出手,居高临下地捏住我的下巴。 我被强迫抬起头和他对视,那双狭长眼眸里映衬着我慌乱的样子。 啊,只是不敢,不是不想。 他眯了眸,似笑非笑地咬字斟酌。 勾条的尾音,对入晦暗不明的深意,像是某种猛兽寻到猎物时的狂喜。 我装作听不懂的样子,跪着后退,直礼叩首,君为君,臣为臣,君使臣为礼,臣是君为忠,君君臣臣,切不可费。 这话是要提醒他,君臣有道,假如君不君,臣不臣,这国君之位就该一主了。 肖木齐的手悬在半空,食指与拇指指腹妈撒,似乎上在回味方才。 他勾起唇角,笑得意味深长,爱卿如此位振思虑,却是忠臣。 是忠臣,就该赏。 一日早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他不顾百官见言劝阻,将我着身为汉林院学士。 赏金赐银,丝毫不掩饰他对我这位臣子的爱重。 而这样的风光,少不得要招人红眼。 我在进汉林院,便听见同僚们在议论我。 你们今日瞧见了吗? 上官之那家伙,竟以那样毫不避讳的目光去瞧皇上, 如此谄媚于朝堂之上,这这这与那勾兰难关有何不同? 文人风骨和我们汉林院的脸面,都叫他丢尽了。 这叫我等在其他同僚面前,如何抬头做人处事。 如此不知廉耻的人,不配未观。 说起来,还是三年前的徐壮元,才算得上是铁骨铮铮男儿郎。 那才是我们文人该有的样子。 他们越说越激愤,仿佛要将我拿去祭天, 才能平息他们的愤怒,找回他们的风骨与面子。 可等我走进去,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却立马噤声不语了。 其中,掌院学士黄大人献了我,鄙夷的冷吃道, 女子都晓得以色是人,色衰而爱持,上官知, 本官倒是希望你能尝清。 是,黄大人所言甚是,那往后还望黄大人能对下官多有提携, 毕竟下官现如今尚未色衰。 我拱手作医,言语挑衅。 你,你简直有辱斯文,还想本官提携你。 他吹胡子瞪眼地将我自上而下地打量, 对着我脚下催了一口唾沫,呸,就你这副娘们儿模样也配。 旁边的人有诚惶诚恐不敢看的, 有幸灾乐祸挑眉冷笑的,也有无奈叹息摇头的。 我默默看在眼里,黄大人,徐状元与大人是同妻吧。 大人是如何在这三年里坐上这层二品官位的, 朝堂内无人不知,既然大人可以,下官为何不可? 你什么意思? 本官能荡上这长院,是本官能力所致, 与你这等勾拦形状毫无干系。 你休要在此胡言乱语。 来人! 上官之以下犯上,构陷侮辱本官, 将他锁到暗房去,好叫他禁私几过。 什么时候知错了,什么时候再放出来? 他一声令下,外面几个工人便进来拽我。 与我同期的叹花,榜眼,想要上前阻拦, 却被黄大人的眼神吓得不敢动。 他们也不敢看我,只能任由我被带到暗房去。 这暗房内所有窗户都被木板条钉得死死的, 不露半丝光亮。 咔哒一声,门外被人锁上了。 煞时间,屋内暗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 想来,这便是黄长院的治下之道。 不听话便关着,直到对他言听计从, 才能被放出去。 本官现如今是皇上身边的红人, 你们就不怕本官到皇上面前告你们的遇前状。 门外两人往回走了两步,正因如此, 上官大人更应该在此处待着, 好好反省自身。 从前皇上对徐壮元不也这般爱重, 那又如何? 他的下场如何,你也知道的。 我又开口,可徐壮元没有被你们关在这里, 你怎知我们没有关他? 他那人拗骨得很,希望你能识相点。 所以,你们也关过他。 你们这样帮皇大人在汉林院行事, 就不怕被皇上知道了。 这点小事,皇上自不会在意, 我们也只是听从吩咐行事, 你若肯乖乖地在皇大人面前做小伏迪, 明日便能完好无损地离开这里。 可千万别学那不知事故的徐壮元那样, 若不是他与皇大人对着干, 也不至于后来被诵, 话莫说完, 似是对旁人制止了。 屋外脚步声渐行渐远, 他们已经离开。 我席地而坐, 想着哥哥从前也在这里待过, 一时生出几分悲戚。 哥哥,我来了。 我会叫那些曾害你的人, 死得干净些, 好叫他们不脏你的往生路。 窗外余晖见落, 门外响起开锁的动静, 是皇掌院。 他背手走入, 屁腻着我, 昂起下巴, 上官知, 可知本官为何将你关在此处? 本官非小肚鸡肠之人, 我偏头不去看他, 也不言语。 我自然知道。 汉林院等人对皇上而言, 既是未知参谋的文事, 更是供他游居艳乐的私陈。 谁不知道, 他皇掌院最开始, 便是靠着给皇上宪人上位的。 也因此, 旁人都能靠才从汉林院着生权位, 而他永远都只能是掌院学士。 见我不回应, 他便夺不走近。 徐壮元曾与本官谈及, 他家中有位花容月貌的妹妹, 不仅容貌绝丽, 才学也是一绝, 常常牙尖嘴利同他斗嘴。 本官瞧着, 你倒是与他口中的妹妹挺相符的, 可惜了, 你非女儿身。 可若是, 你就是女儿身呢? 他话风一转, 脚步也停下, 一双三白眼的将我死死盯住, 嘴角勾起的笑, 很是邪死。 我心头微领, 袖内的手从衣上抽出一枚细小银针钻住。 我面上不动声色, 邪腻过去, 这个玩笑话可半点不好笑。 黄大人, 你如此行事, 就不怕皇上知道后, 让你人头落地。 他文言, 仰头大笑, 本官做什么了? 本官不过是教导, 而等后辈, 通晓未官知道。 你以为, 没有皇上的允许, 本官能大晚上地陪你在这里。 你升官, 真以为皇上多看重你。 像你们这种人, 不调教好, 如何能讨得皇上的爽力? 本官继位掌院学士, 自然要替皇上, 厌厌你。 他说着, 书然伸出手, 一把揪住我的官服衣襟, 就要扯开。 我抽出银针, 往他手腕扎了一下。 趁他缩手之际, 我一跃而起地将整根银针 从他天灵盖扎进去。 他奋力挣扎, 几乎要将我甩开。 外面的人硬是听到动静, 有凌乱的脚步声靠近。 我顾不上外面, 以肘骨顶住针头, 继续将银针扎进去, 直到完全没入他的天灵盖内, 彻底看不现痕迹后才退开。 众人闯门而入时, 皇大人正倒在地上, 浑身抽搐, 口吐白沫。 不过虚余, 人便彻底断了气, 赶来得众人健壮, 必要将我抓起。 偏是这时, 太子萧玉带着几声咳嗽声 走了进来。 萧玉一来, 众人自觉退开, 咕噜过, 听见此处嘈杂, 过来瞧一眼。 他身着悬色莽浮, 身形其长, 脸色却是病奄奄的苍白色。 说话时, 一手钻判掩在唇边, 不时地掺杂几声憋不住的倾壳。 狭长凤眸看过一圈后, 视线落在我身上, 发生何事了? 他看的是我, 问的却是他身后随行的御医。 太子萧玉天生体弱, 轻飘飘一阵春风, 就能让他染上风寒, 一点风寒就能要他的命。 事已, 他随行都是带着御医的。 当然, 他若不是体弱多病, 此太子之位也未必是他。 御医上前替已死的黄大人检查, 回道, 黄大人是癫痫发作, 暴毙而亡。 萧玉汉手, 便叫人抬出去。 上官知, 姑听了你今日刚升了官, 怎么? 升官第一日, 必要当职了? 他一句问话, 撑在太监肩上连连咳了好一阵。 我直言, 是黄大人有妖物交代我来办, 莫想到他会发病, 并感慨道, 黄大人实在是个好臣子, 为国事担惊截律, 身体不是都要坚持, 半分都不肯携。 下官日后, 定以黄大人为榜样, 为朝廷效力, 为皇上效忠。 此言一出, 旁边几个当职的同僚, 立马跟着喊口号, 为朝廷效力, 为皇上效忠。 从二品的大臣暴毙, 很快惊动了皇上。 萧木齐什么也没说, 把此事交给太子萧玉, 连对我的问责都没有, 反倒觉得我受到惊吓, 赏一些补品给我。 唯一不同的是, 从此后, 他像是对我失去了兴趣, 莫再将我召去御书房。 他这样做, 要么是对我起疑, 彻底打消对我的念头。 要么就是为了试探我, 我每日如常地待在汉林院, 先少与人往来。 过了半月, 琉秋国进县, 送了个公主过来, 要献给萧木齐。 他在下朝后, 将我叫去。 爱卿如此才貌, 又忠君爱国, 不若朕将这琉秋国公主 许配给爱卿, 爱卿意下如何? 我一听, 当即跪下, 双手贴地朝拜, 臣, 谢主隆恩。 声音干脆响亮, 在这御书房里响彻。 旁边站着的琉秋国公主, 则双甲飞红, 欲语害羞地朝我贫送秋波。 喝。 肖木齐静默半晌, 冷笑一声, 爱卿倒是应得干脆。 我回皇上赏赐, 臣不得拒, 更不敢不应。 朕要听的是你心里所想, 别一天到晚地 跟朕说那套军军沉沉的说辞。 他已然有几分韵怒, 大步从暗击后走出, 仰手便把那琉秋国公主 赏赐给外面一名太监作对食。 上官知, 朕希望你对朕能有几分真心。 我仍旧趴在地上, 应声道, 臣对皇上, 自然是以忠心。 他冷哼, 你这般忠心, 朕是不是该犒赏你? 今夜, 便赏你留在宫中, 与朕一同上登云台观星。 我被安排暂歇在文华殿, 旁边不远便是藏书阁。 正合一靠坐太师椅, 呼到窗外传来响动。 有人拉开一条窗缝, 塞了两样东西进来。 我过去拾起, 便听见外面的人压低嗓音, 几滴滴换我的名, 二支。 轻烈音色, 让我不由微愣。 我扶向窗框, 想叫他快走。 他比我更快地说道, 你将我给你的药粉粘到身上, 香囊内有一颗解药, 去陷他前线服下。 如此, 仅能护你今夜。 瞧着窗缝外那抹悬色, 我收拢手心, 滴滴地恩了一声, 你不该来这里, 若有人经过桥见, 放心, 确保安全才敢来寻你, 你不必忧思。 他说完, 在窗外驻足片刻, 便快不小心地离开。 夜幕见临, 凉如水, 工人来寻我去登云台用晚膳, 能与一国之君用膳, 还上等云台观星赏月, 那是天大的赏赐, 只是这赏赐是肖木齐给的, 那便是极大的耻辱。 哥哥那时便是被带上登云台后, 再无离开过这座皇宫。 我不知道, 哥哥三年前是抱着怎样的心情上, 这登云台, 在得知自己敬重的皇上, 竟对自己起了龌龊的心思后, 他又是怎样的心情。 而我此刻, 心里只有恨, 我要杀了他, 我定要将他千刀万剐。 低着头, 迈上最后一级台阶, 我的眼前出现一双赤戏, 爱情来了。 肖木齐勾纯轻笑, 邪四眉眼, 染着欲念和张狂。 他硬是认定了, 今夜能得到我。 我行礼, 他便伸手来扶我, 并将我往他身边扯过去。 我没有丝毫推拒, 站稳后稍稍地退到一旁, 又要告罪, 陈吴壮, 陈, 他扬起打断我的话, 将功人们都平退。 此处只有你与朕, 爱情不必这般拘谨。 他说话时, 填满欲念的眼, 紧紧地盯着我的脸。 我闻言, 便像是放松下来般地勾了一下唇角, 很快脸去。 他像是看得湿了神, 握住我的左肩, 双目灼灼, 爱情笑起来, 便是震得后宫三千, 都要湿了颜色。 说完, 就要向下扯住我的腰带。 我慌忙正开跪下, 皇上。 臣, 臣, 爱情想说什么? 他步步走近, 声音急沉, 你杀了皇长院, 朕都没怪罪于你, 难道朕对你的爱护表现得还不够明显吗? 同振说说, 为何要杀他? 我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臣, 臣, 臣极度, 皇大人说, 皇上对臣的重视不及对他的万分之一, 否则长院之位就不是他, 而是臣的了。 尾音已落, 回应我的事一阵静默。 周围速速风生, 间歇的高台下有巡逻的脚步声经过。 两久后, 肖木齐才悠悠开口, 竟是嫉妒, 你就不怕告诉朕后, 朕会要你的脑袋。 皇上要臣说真心话, 臣不能不说。 皇上是天子, 臣愿意为了皇上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我的话彻底取悦了他。 他走过来, 将我扶起, 并勾住我的腰, 将我带过去, 爱卿如此忠于朕, 朕不会让你死的。 不过, 朕能让你有另一种忠于朕的法子, 你可愿。 我忍着胃里翻脚的恶心, 想想这三年的隐忍, 才忍下要他性命的念头。 我低下头, 妾生生地道, 臣是皇上的臣子, 君要臣死, 臣不得不死。 只是臣出身卑微, 粗鄙不堪, 实在有辱黄。 他闻言, 笑道, 你是朕的人, 朕明日便可下旨, 将你着身为内阁大学士, 又何妨? 爱卿可高兴了。 我面上露出喜色, 抬头对他微微一扬唇, 随后挥动衣袖, 跪到地上, 感念皇浩荡, 怎么又跪了? 在这里不要跪, 往后有你该跪的时候。 他说着, 就要来扶我, 只是忽然脚下踉跷, 身形微晃得要倒, 硬是要笑起了。 皇上是吹了风, 身子不是吗? 我主动将他扶住, 流露出些许担忧, 震头晕, 他将半个身子都靠过来, 下巴抵在我耳畔, 湿热地呼吸喷勃而出, 让我恶心地 想要将他从此处丢下去。 只是这个念头, 已然被从暗处 窜出来的两名皇城司打消了。 这一夜, 我在宫中歇下, 也从工人口中探知, 萧木齐回去后便召见了御医, 他果然对我尚有戒备, 下药一事, 必是瞒不住, 天际细微, 我便被人带到萧木齐跟前。 他眼底略清, 神色阴至森寒, 仅是站在台阶之上, 便周身散发出极具压迫性的气场。 动手吧, 边形二十, 一下都不许清。 一声令下, 我便瘦了二十道鞭子, 我忍着一声不吭。 萧木齐在最后走下台阶, 居高临下地逆谋而来, 你这脾性, 倒是挺像他的。 他略微失神, 像是一起了谁。 像谁? 像三年前的哥哥吗? 边形二十, 我彻底昏倒, 被抬回了状元府。 等我醒来时, 已过三更。 微弱的烛光下, 屏风外站着个高挑人影, 我惊得抄起枕下的匕首。 只见那人从屏风走出, 露出半个身子。 昏黄的烛光, 将他并奄奄的一张白脸, 硬衬得仿佛有了几分血色。 我来看你是否无碍。 苍白的唇微微开合, 萧玉将我瞧了两眼。 多谢殿下关心, 但你实在不该来此, 他必定在这状元府安插了眼线。 萧玉无奈叹息, 整个人从那昏黄中彻底走出, 叹息道, 我这一身是黄成丝夜行的装扮。 二支, 我不会将你置于显地的, 你若能多信我几分, 你兄长的仇我能为你报, 你只要再等, 殿下。 我打断他的话, 我等不及了。 我等了三年, 筹谋了三年, 再等下去, 莫说报仇遥遥无期, 便是殿下要谋的事, 也未必能成。 他走近几步, 在床边缓缓蹲下, 与我平视。 幽深狭谋, 毫不掩饰地担忧与情意让我心惊, 我伸手挡住他的目光, 殿下, 我只求一事, 别再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了。 我实在承受不起, 他没有扯下我的手, 悠长地默了默, 说, 等你这个伤痒好后, 他一定会将你强行困在宫中, 到那时, 我未必能护得住你。 殿下不必顾虑我, 如今左相摇摆不定, 兵权为哪? 殿下是未成, 应收敛锋芒, 不该分神顾及我一人。 若你当真想要帮我, 便尽快谋事, 你成事或我成事, 都是一样的结果。 如肖玉所料, 肖木齐果然派人来接我进宫, 甚至冬末等我的伤权好了。 他对外声称的理由是, 着身我为汉林院长院学士, 要留我在宫中修编国史。 这样官免堂皇的借口, 百官何尝不知其意? 不过是怕自己官位不保, 所以个个都不敢在朝堂上名言直剑拔了。 毕竟三年前, 有不少朝臣为了劝肖木齐放过徐壮元, 当场就被砍了脑袋。 我被关在文华殿内, 每到夜里, 肖木齐便会叫人将我抬去他的寝殿内。 无他, 只是叫我听听里面的动静。 偶尔会有面具的小太监死在里面, 被人裹了紧抬出来。 我能看见, 他们身上都有大大小小的伤痕。 肖木齐这人不仅好难封, 还爱作践人。 如此往来数日, 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 他总算没叫人来抬我, 而是自己亲自来了。 爱卿的伤如何了? 可记恨朕下手狠。 臣不敢, 不敢, 那就是记恨了。 我没有说话, 他一伸手过来, 我就条件反射地躲开。 皇上, 沉伤是好了, 但思虑过重, 染上风寒, 未免把病气过给皇上, 还应保持距离。 我垂手跪在地上, 雨气冷得不能再冷。 如此形状, 果然激怒了他。 他运怒低贺, 上官知, 朕对你已经够容忍了。 是你先一而在的辽伯朕, 而今一而在的疏离朕, 如此若即若离欲擒故纵, 你将朕当做什么了? 你对朕玩弄手段, 就不怕朕杀了你。 皇上息怒, 在沉心中, 皇上是至高无上的九五之尊, 非臣这等粗鄙低贱之人 所能沾染的。 臣数年寒窗苦毒, 只为求得功名, 有朝一日能为皇上排忧解难, 旁的心思是万万不敢有的。 我趴在地上, 不卑不亢地回应, 语速缓慢, 裹挟着欲言又止的语态。 话里的意思已经十分直白, 他想要我身心接受福, 就得给我配得上的高位。 这是带着胁迫的弹条件, 也是对他的诱惑。 灼热如火的目光, 焦灼在我身上, 半晌后, 他拂袖而去, 留下一句, 爱情已痊愈, 明日便上朝霸。 这一日, 肖木齐力排众议, 将我着身为内阁大学士。 朝臣神色各异, 比语者众多。 更有人在下朝后, 将我拦截, 张嘴便是乌言晦语, 脏鱼之物也配为官。 呸, 上官大人真是辛苦了, 夜里伺候皇上可要努力些。 若有一日伺候不当, 小心脑袋和身下都一并被割了去。 我弯弯唇, 反击他们, 这是嫉妒我着生, 嫉妒我财学。 三言两语便将那几个激愤的官员冲上来抓我, 但很快, 他们就被其他同僚揽下。 莫等走出宫门, 肖木齐叫人把那几人带走。 肖木齐为得我欢心, 云我亲自兼斩。 我主动劝言, 留下其中一人的性命。 只因这人在三年前, 天真的认为徐壮元科举舞弊之事是被奸人构陷, 更曾为此事寻证, 想要替徐壮元洗清罪名。 宋大人出宫时, 他问我要理由, 我笑了笑, 说, 大人刚正不阿, 是有真才学之人, 如今无论是皇上, 还是体弱多病的太子, 都十分需要大人的辅佐。 我这话说得隐晦, 也不隐晦。 肖木齐自个儿就主意大得很, 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辅佐。 我既用辅佐二字, 又提及太子体弱, 显然需要辅佐的是太子。 对方也很快领会过来, 当着不远处的工人面前, 冲我催了一口唾沫, 便暗暗汉手离去。 我转身背首, 一步步走回那吃人的红砖墙内。 高位已得, 如我知人也杀了。 在肖木齐眼里, 他对我已然志在必得。 他背了酒水, 邀我在御花园赏月。 我捧着所谓修编好的果屎过去时, 徐贵飞正坐在他身上, 挤进妩媚撩拨的味酒给他。 见着我来, 肖木齐便立马把人推开, 叫他退下。 徐贵飞离开时, 神色复杂地在我身上打量, 一有所指的摸了摸他脖子上戴着的白金香脆项链。 我收回视线, 镜子在肖木齐对面的石椅坐下, 刻意吃味地开口, 皇上既有贵飞在此, 何必照尘前来? 爱卿可是吃味了。 肖木齐笑意狂似, 眼角的褶子堆叠深刻。 我嘴上说着不敢, 手里却是一直在倒酒, 以壮胆为由, 劝着他与我一起饮酒。 他自然不需要壮胆, 连饮树杯, 只是为了哄我主动现身。 直到他眼里欲念, 再也不掩饰地剧烈翻涌。 他便起身, 逆谋而来, 居高临下道, 你要的, 正都允了你。 上官知, 今夜也该你来对正表忠心了。 我忍下全身的恶寒战力, 一步一驱地跟在他身后, 进了他的寝宫。 寝宫内, 灯火通明, 我站在门槛外, 没有进去。 肖木齐走了一段距离, 才回过头来。 我扭捏吞吐, 皇上, 臣, 臣不适应太亮堂的光线。 他文言, 却是一阵大笑, 挥挥手, 就让工人将烛火灭去大半。 这样, 可适应。 我低着头, 没回话。 他在开口, 烛光便又暗下许多。 在他极罕见的迁就和渴望的目光中, 我才缓缓地迈过门槛。 走到他面前, 我故作羞怯, 臣, 臣不曾, 求皇上能, 朕明白。 他含笑揭下话头, 而知识第一次, 朕心更喜。 他非常贴心地 令人灭了所有烛火, 又非常体贴地 秉退了所有人。 偌大寝宫内, 只剩下窗外 透进来的微弱月光。 片刻地适应后, 视线里依稀可见, 绰约人影的轮廓。 肖木齐来抱我时, 我主动提出 为他更衣而绕到了他身后, 为他宽下腰带。 也是这时, 一个与我身形极其相似的人影, 小心翼翼地从爬过来, 顶替我的手, 扶上肖木齐的腰。 肖木齐再也忍不住地握住那只手, 并把人扛起, 丢到了龙床上。 我无处可躲, 只能守在寝殿内。 黑暗中听着, 看着, 手里捏着银针, 强忍了诱忍, 才莫冲上去。 顶替我的小官是肖玉勋来的, 从三年前便开始调养, 只为养出于我几乎一模一样的身形和轮廓。 他的脸披着我的假人皮, 微弱光线下, 很难能变出他与我的不同。 若是晾了竹, 却是看上几眼就能变出了。 事宜, 我才要他饮酒, 灭竹。 龙床上的动静见肖, 最先肖婷起不来的是肖木齐。 他到底纵情太多, 加之年过四旬, 体力自是比不过年轻, 且细痒了三年的小官。 小官披上衣袍, 脚步带着几分虚浮与量呛。 他对我笔画手语, 我身上用了杖中香, 他此夜会睡得极沉。 我汗手, 让他换上工人装扮, 小心离开。 小官走后, 我便到床榻看了眼, 果然看到肖木齐脖子上 戴着以红绳串起的一枚白玉符令, 符令仅如拇指大小。 我伸手, 刚要触碰, 便现他一手附在符令上。 我以为他这是要醒来, 等了许久, 却不见他再有动作。 徐贵妃是早年间就被太子一党安排进宫的, 可这么多年, 仍旧莫能拿到皇城司的调动符令。 想来, 必是肖木齐对此极其敏锐警惕。 我在寝宫内, 待到四更才离开。 当天早朝我没有去, 并借过告假。 接连几日的告假, 肖木齐忠实憋不住, 亲自到状元府来寻我。 他身着明皇长福, 丝毫不必会堂堂一国之君, 特意来找一个臣子, 会遭人诟病。 他见着我, 张口便问, 你这几日究竟是怎么了? 那一夜不是挺好的? 朕并没有对你做太过粗鲁的事, 你的身子里应无碍才是。 言语坦荡, 丝毫不以君臣会乱未吃。 我闻言, 却是转过身背对他, 双手背在其后, 带着几分愧疚自责的回话, 不是皇上的问题, 是臣过不去。 你有何过不去的? 此时的肖木齐, 丝毫没有注意到, 他与我的姿态已经完全对调了。 他不再高高在上, 居高临下地屁腻我, 面对我时, 姿态放低许多。 他像是个爱而不得的忧怨一方, 想要从我这里得到, 为何我突然对他冷漠不理的缘由。 我摇头叹息, 似是难堪地抹了一把脸, 臣愧对皇上, 愧对朝堂, 更愧对皇上对臣的提携。 皇上对臣的爱重, 让臣不知该如何是好, 臣寒窗苦读数年, 只为有朝一日能报效朝廷, 能够建功立业, 对皇上器重, 好为皇上分忧解难。 现如今, 臣却与皇上成了, 臣实在在无脸面上朝未官, 旁人也避讳对皇上议论纷纷, 如此, 臣就更加没有为皇上分忧的资格了。 我说得很难过, 连声音都一度哽咽。 肖母齐听后, 却笑出声来, 他心情畅快地大步走向我, 双手俯上我的双肩, 笑得宠溺又得意。 他说, 朕还当你是为了什么, 竟只是脸面的事。 爱卿只管去上朝, 只管建功立业, 朕不会影响爱卿的雄心壮志的, 说到底, 爱卿也是为了朕。 爱卿要做什么, 只管去做, 是朕准你为朕排忧解难, 是朕执意要你做这个内阁权臣, 是朕非要将你留在身边的。 若有人胆敢议论你我, 朕便杀了他们。 这日后, 我重回朝堂, 带着肖木齐私下给我的许多特权。 我可成年随意进出皇宫, 可在宫内挤走, 可在朝堂上直接驳斥见官之眼, 甚至与左相争执时, 肖木齐都是站在我这边的。 拜给我几次后, 左相直接气得告病在家, 不上朝了。 若是从前, 肖木齐还会派人去看望他。 如今, 我只需一句左相似乎因你我的关系, 而曾我至极便足以叫肖木齐心生贤系。 如此数日后, 肖木齐哄着要我夜里留下陪他。 我面露难色地推剧, 臣不是不愿, 而是这些日子能与皇上一同共事已知足, 不敢奢求再多。 即便遭众人白眼, 被人看作脏鱼之物, 臣也并不十分在意, 但皇上贵位九五之尊, 臣实在不愿连皇上也遭人非议。 我将出业后对众人白眼之事说得严重, 并以此作为心理阴影, 叫他给我时间自我疏解。 肖木齐既动容又懊恼, 主动提出要为我出气。 我自然不会主动说出是谁对我出言不逊, 只说皇上还是别再问了, 他们也都是为皇上着想, 一切都是臣的错, 是臣控制不住自己。 他一听, 更是气愤不移, 握住我的手再三保证, 必定不让我受此等委屈。 此后, 但凡谁在朝堂上弹劾我, 或驳斥我所言, 肖木齐都二话不说, 便对人行仗责之行。 不少官员开始对我谄媚巴结, 就连左相也不再与我争论朝堂之事。 甚至, 他在朝堂上沉默了。 我知道, 他这是已经做下决定, 要选边站了。 我已出业后遗症的阴影尚在未有, 特寻了十名小官带进宫。 臣不能行之事, 便由他们暂且待劳, 待臣心病已了, 必亲自叫皇上满意。 说这话时, 肖木齐正躺在我的大腿上小气, 他已昏昏欲睡, 而我正替他披着 这几日囤积的奏折。 他如猎人般, 想要彻底裂下我的身心, 是已如今的他对我, 正是新鲜且尚未完全回过味道的时期。 越是不让他得到, 他便越是纵容于我。 肖木齐并不怎么情愿地 收下了那十名小官, 然而只一夜, 那十名小官便叫他满意的爱不释手。 他将批奏折之事交给我, 起初他还会偶尔监察, 后来被小官们缠得实在没了精力, 便全权交托给我。 我在朝中, 权柄越来越大, 朝堂上不服我的臣子, 都被我下了狱, 换上新的一批。 与此同时, 太子肖玉被众人推出来, 叫他劝肖木齐, 小心我会谋权篡位。 肖玉自然是劝了, 但他说的是, 父王这般纵情生涩, 可想过文武百官会, 怎么看你, 他们会认为父王不配做这个皇帝。 就这一句, 气得肖木齐甩了他几个大耳光, 还将他软禁在东宫, 非照不得出。 惩罚他一个还不够, 肖木齐下令派人去了 每一个臣子的府中, 罚了每个人掌刑。 这下, 数个耳光山的君臣彻底离了心。 肖木齐浑然未觉, 依旧在宫里与小官们私混, 终日昏昏沉沉。 直到一次早朝, 他忽然在蛟龙椅上吐血昏死过去。 我与肖玉默默无言地对视一眼, 瞧见他眼里的笃定, 我便知道, 事情可以收尾了。 肖木齐病倒后, 朝堂赞由太子肖玉和左相把持。 我则守在肖木齐身边, 将那梅能调动黄承司的符令调换。 他醒来的第一时间便是摸向符令, 却皱着梅叫我跪下, 你动过阵的符令。 我心头微淋。 调换的假符令已经与真符令几乎一模一样, 他为何还能变出真伪? 我按下慌乱未表, 静止坐到他身边, 什么符令? 这几日, 臣兜守在皇上的踏前, 不曾献过有什么符令。 他狐疑地打量, 随后扯下红绳, 将符令递出, 朕对你十分信任, 而知, 希望你不要辜负朕对你的信任。 我没有接到手里, 反而握住他冰凉的手腕, 臣对皇上的心角如朗月。 皇上不是一直都很清楚吗? 话音刚落, 小官们便到了, 看到他醒来, 一个个扑到他面前哭得那叫一个心疼。 肖木齐被吵得又吐了血, 晕倒过去, 那梅甲符令落到了我手里, 不知他是有意试探, 还是当真完全信任了我。 他的身上开始尝出浓泡, 密密麻麻的, 又痒又痛。 御医们查证后, 一个个地摇头, 表示不知道是什么病, 他们当然查不出, 这本就不是什么病, 而是我特意找毒王调治的毒药, 无色无味无状, 更不会直接要了人命, 他只会毁掉人的容颜, 叫人脑子混沌, 不识卡血。 肖木齐怒吼, 你们这帮蠢货, 给朕拖下去砍了, 御医们跪地求饶, 我摆摆手就叫他们走了, 朕说了, 把他们都砍了, 你们是耳聋了吗? 肖木齐一边咳出血来, 一边指指点点地对工人们吼叫, 人凭他怎么大吼大叫, 工人们都只低着头, 没有半点动作, 都出去吧, 我淡淡地出声, 叫他们全都退了出去, 肖木齐这会儿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他黑着脸, 手臂咚嗦地厉害地, 将我手里的药碗摔了出去, 你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撇唇, 无奈地叹息, 还不是因为皇上病重, 如今众朝臣都说, 朝中不可一日无君, 都希望皇上能尽快传位给太子, 就怕皇上两脚一蹬就烟气了, 工人们硬是听说了此时罢, 什么? 他正恶片刻, 回过未来便伸着手, 想要来抓我, 被我起身避开, 他一个重心不稳, 半个身子滚下床榻, 既撑不回床榻, 又无力翻身下床, 他急怒地抓起地上的碎瓷片丢出, 你, 你是消遇的人? 他一句吼出, 便又渴出一口血来, 我闲脏地往后退了好几步, 不禁笑出声, 我当然不是, 太子是太子, 我是我, 皇上怎么病糊涂了, 都变得疑神疑鬼了, 不是你说, 想与我永远在一起的吗? 你退位后便是个清闲的太上皇, 届时你我不就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了吗? 肖木齐混浊地双眼金颤争元, 他扯下白玉符令, 来人, 把这个墨等他喊完, 我已经往他嘴里塞了布袜, 并以他平日最喜用的皮鞭, 将他四肢捆住, 如今他病入膏肓, 是挣扎不过我的力气的, 我将他扯到地上的碎瓷片上趴着, 你想喊什么? 让人把我抓走吗? 可我要是走了, 谁来照顾你呢? 皇上, 传位诏书我早已替你拟好, 就连玉笔也替你盖上了, 嗯, 嗯嗯嗯, 他在地上挣扎, 养着青筋凸起的脖梗, 怒目瞪眼, 是不是想问我哪里来的玉笔? 皇上真是病得都记不住时了, 前不久你才叫我帮你在一盒树上盖的玉笔, 我拿出一枚粗针, 他限制微愣, 很快便惊恐地在地上挣扎如洞, 我瞄准他的耳阔, 狠狠地扎进去, 前后贯穿, 一个洞, 两个洞, 三个洞, 三年前, 我有幸目睹皇上在别人手掌上的杰作, 一直很好奇, 究竟那三刀六洞是如何做到的, 线下我终于知道了, 你瞧, 我扎你三下, 前后个三个洞口, 可不就是三刀六洞了吗? 多谢皇上为我解惑了。 肖玉登基未帝, 肖木齐因病退位, 成了太上皇, 已居北宫养病。 皇城司对传位诏书有所怀疑, 却在看到肖玉手中真正的白玉符令后, 再无异议, 肖玉要亲自送我们出宫, 我拦下, 当初说好的, 若我能助你, 便把他给我, 随我怎么处置, 你不会反悔的, 对吗? 他苦笑, 君子一言司马难追, 我既说过, 你何苦再确认, 你终究是不够信我, 我笑而不语, 信不信, 不重要, 重要的是, 肖木齐在我手里, 北宫是不可能去的。 登基大典结束后, 我便叫人把肖木齐 扔去一帮亡命之徒的窟里, 让众人谢完之。 他发疯似的对他们喊话, 说自己是皇帝, 却被人塞了一嘴的脏鱼, 见自己逃不掉, 他也曾求我放过他, 堂堂一国之君, 满身脏鱼, 竟哭着质问我,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我不禁笑了笑, 当初我的哥哥甚至也曾问过他, 为什么堂堂国君要那样对他。 我硬是笑了温柔的, 也很温柔地解了他身上的大铁链。 皇上, 我知道你最喜欢玩刺激的游戏了, 所以我替你寻到更好的去处, 等你玩高兴了, 我会亲自来接你的。 肖木齐如今病入膏肓, 便是没了铁链捆锁, 他也在无力气挣脱逃走。 更别提对我做什么了, 他只能趴在地上, 愿读得一遍遍质问, 你究竟是谁? 正于你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愿? 我始终不回答他的问题, 只叫人把他送去, 从饥荒逃难出来的难民营里。 那些染病的难民看到他的白皮细肉, 便立马蜂拥而上地 啃咬他身上的皮肉。 啊啊啊呀。 肖木齐惨叫连连, 嗓子都喊得阴牙失声了。 等他被咬得身上没有一处好皮时, 我才让人去将它带出来。 他以为这样已经是最后的苦难, 以为这样便是结束。 直到他看见 用以湿烹行的大锅搬出来, 他才惊恐大叫起来, 尚官知 你是谁 你究竟是谁 你与徐毅是什么关系 你是为了三年前 你是为他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仍旧不解释 被肖玉安排前来行边行的侍卫 手指九截边 二话不说 就开始狠狠地抽在肖木齐身上 肖木齐滚在地上 鲜血染红了地上的砂石 恰好此时 当初与他共度一夜的小官被带来 肖木齐终于彻彻底底地反应过来 指着我哑声嘶吼 那晚的人不是你 你你你是来报仇的 你是为了谁 是不是徐毅 还是谁 是谁 我依旧不答 见他已经奄奄一息 我连忙对身后的一帮人催促到 把他扔进锅里 赶紧地 别耽误了 再晚 他变默契了 肖木齐确实快断气了 他被扔进锅里 才蒸煮片刻 便再没了动静 直到他彻底断气 我都没有告诉过他 我究竟是谁 又是为了谁 他到死都不知道 我其实是个女子 我凭什么告诉他 我偏要叫他死不瞑目 就连死了下到地狱里 也都不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 便是他下辈子要报仇 都找不着报仇的对象 后来 我重返朝堂 只为此官 肖玉有意留我 若你愿意 朝堂全臣之位 或后宫中宫之位 你都可以选 我摇摇头 当初哥哥惨死 我昏倒在街上 是你将我就下 也给了我活下去的缘由 三年恩情 我一生都会铭记在心 可你我终究不是同路人 他如今是皇帝 一国之君 需要担负的是 整个朝堂和一国子民 更担负着皇室子嗣 延绵的责任 而我 对朝堂没有报复 对权势没有欲求 我想要的 是如哥哥所言 择一良人 寻一座城 三餐四季 清风相伴 日月同路 肖玉是明白 我话里的意思的 他没有再留我 赏我黄金万两 亲送我出了京城 出城时 已进寒冬 冷风速速 我掀开叫帘 一膝看见哥哥 骑在马上 意气风发地朝我招手 阿芝 等兄长回来接你 唉 阿芝等着呢 我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